放弃将爱情依静到底 我现在过得老幸福了 老开心了 就有一件事我过得特别闹心 就我那庆典老饭 你们大家都知道 他非要到我的小店来给我打工 你说他的形象 上下一边租像个压地管子似的 你说他像打工的吗 他像干活的吗 不像吧 谁说不像 谁说呢 干啥呀 找人打架呀 他们说我不像 不如他们说呀 我说你就不像啊 不是 这姐你看我一天在家待着没啥事 我就像你这发挥点鱼热行不行 你到这来你打工了 他可不合适 再说你这能干活吗你 你说我要不能干活 你让我当老板呗 这一天行吗 你这么点我带你试一天行 你就把我留下 不行我该干啥干啥 我不是就死心了吗 听你的给你是机会 谢谢 记住啊 老板就一天就一天 从现在开始你就是老板了 好 看你闹着玩的 我呀是头回跟大伙见面 大家对我不熟悉 但是我们家老太太跟各位熟 我妈是谁呀 黄小军 那是我亲妈 今天为啥来呀 我是背着我妈来的 各位呀 我妈背着我黄昏恋了 找了个小老伴 据说就是这个嘎嘴汤店的老板 还跟我说了 说这个老板呐 脾气好 性格好 能歌善舞 但是有个小缺点 啥呢 长得不漂亮 那无所谓呀 是不是 你这岁数谈恋爱 要的就是个感觉 又不是外貌协会 但毕竟是自己亲妈呀 你就得过来给把把关 考核考核 一会儿啊 我拜托各位老邻居老街坊 帮我给看着点 好不好 太棒了 我有体系了 我找他就我 哎呀 哎呀 我说老板呐 欢迎光临 老板在哪呢 我就是 您是老板呐 我是老板 我妈这是咋嘞 这长得已经不是 好看不好看的问题了 人是猴变的 大爷您是啥变的呀 你说什么 不是不是 我是说咱家嘎嘞汤 啥变的呀 喝汤的 对对对 来客人了 哎呀 这位先生光临 您请坐下了 那什么 咱家都有啥嘎嘞汤啊 我们家 都有啥嘎嘞汤啊 都有啥嘎嘞汤啊 都有啥嘎嘞汤 我们家主营那个野菜嘎嘞汤 养生嘎嘞汤 经典嘎嘞汤 家常嘎嘞汤 不知道你想喝什么嘎嘞汤 那个 我跟老板聊会儿天 大爷你别说话 别说话 介绍挺全面 是吧 那你得推荐一个嘎嘞汤呗 好我给你 哎 推荐 我们家那个销量最好的是那个养生嘎嘎汤 不是我跟老板聊天大爷您先别说话 别说话 养生 养生啊 您吓我一跳 我以为您多疯嘎嘎嘞了 养生嘎嘎嘞汤好啊 来一碗 来一碗三鲜的吧 来一碗 不是你这什么套路啊这是啊 啊 我这车汤呢 不是这这有啥套路啊 这挺挺好的 说说这养生怎么有三鲜 那是那你你是用个大碗的用小碗的啊 大爷呢您看呢 我看你这挺着 你来个大碗的吃不了 来个小碗的吃不饱 这事咋办呢 好吧 听我的 那个先生 你这样 我用大碗给你装一小碗量的嘎嘎汤怎么样 你们这都说的啥话呀 啊 用大碗装一小碗嘎嘎汤的量 太好了 就要这个 太好了 不是小伙子你这什么呢 那你直接要个小碗的不就完了吗 不是这不大碗量的快吗 没错没错没错 先生说的对大碗量的快 我给你做嘎嘎汤 得了得了 不是小伙子就你一天到晚出门就这么说话 你出门你们家大人放心吗 哎呀 这今天不就是出来找大人来的吗 大爷 今年多大了 63呢 啊63 6384 妈爷你在坎上啊 你们家把坎提前了 几岁是坎啊 73 哦 73 哦 你还有十年呐 你嫌慢了还要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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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爷误会了 不是 哎那个大爷 您这个身体咋样啊 能吃能喝啥活都能干 咱咱呢 哦 行 还能冻会儿 我妈这算是下辈子有着落了 那家里还上几口 你别愣一惊一诈 行不行 你这什么宝病啊这是 我不跟您聊会儿天吗 由你这么聊天 哎 三鲜嘎啦汤来喽 来用大碗装的小碗的量 先上请品尝 哎呦 这大爷服务态度真好 哎 那个老板咱家有辣椒油不 辣椒油都看着你了 哎 您别光看着我呀 哎 倒 他给刀了 辣椒油 来 来 倒倒倒 来 倒倒倒倒 倒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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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多了 我牛你这么说话是吗 倒倒 不是大爷 您这倒多了 您怎么能怨我呢 您说这什么玩意儿 辣椒油泡面嘎的 你这咋吃 你这不行了 您让我给退了吧 小伙子 我发现你有点成熙 你知道不 你是故意的 这脾气怎么这么大呢 我这脾气就大 我发脾气 你还没看着呢 那个小伙子 我们老板今天心情不太好 没关系 我把这碗嘎啦汤给您退了 我重新再给您做一碗怎么样 这大爷这是好脾气 我跟你说 这个坏脾气 是源于低智商 像咱们这个素质高 颜值高 智商高的三高患者 我轻易绝对不生气 你说谁智商低呢 这样这样这样 小伙子 你智商不低 温暖 关于说 我真是的 你这人 你那什么小伙子 别生气啊 我替我们老板跟你道个歉 没事没事 我把这咖喱汤给您退了 好不好 重新给您做一碗 你等会 我今天必须为我这个智商 讨个说法 大爷我又没说您智商有问题 您非要讨个说法 必须的 那您这样 那我给您出个题考考您行不 出吧 你随便 那这样大爷 我给您出个这个酸素题 考考您 公题 说大早上 你们家的店刚一开门 哗啦 来了一拨客人 这拨客人 要了三碗嘎嘴汤 又来一拨客人 要了五碗嘎嘴汤 又来了一拨客人 要了七碗嘎嘴汤 但是退了两碗 又来了一拨客人 要了五碗嘎嘴汤 又加了十碗 请问 三十二碗 来了几拨客人 哎呀我这妈 你差点把我腰散了 有你这么出题的吗 不是我还没说答案呢 您不就说上了吗 我这才有这么出题的吗 不是我出不出题了 这什么题啊这叫啊 这叫什么题啊 不是我这不 哎这 那个大爷您啥时候过来的 我都挤了半天了 大爷别挤着您啊 不是大爷这不愿意 我告诉你小伙子 就你这么出题 谁也答不对 大爷呀 我觉得就我这么出题 这个小大爷就比你强 不可能 大爷证明给他看 请听题 说有一头老母猪 带着九个小猪子过河 背过仨去 驮过俩去 到对岸老母猪一数 够数了 请问咋够的 那个亲家他懵里面 这个根本就不叫什么题 是不是 一共九个猪子 扛过仨背过俩去 它怎么能够数的 它根本就不够数啊 这老母猪数不就够数了吗 不是 它怎么能够数呢 如果我没蒙错的话 是因为这老母猪不识数吧 对呀 老母猪不识数嘛 哎呀 这玩意呢 哎小伙子 你说谁不识数呢 谁不识数 我没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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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爷请听题 说 说 大南边来了一头牛 往北走了三步 拐弯向东走了七步 掉头向西又走了十步 请问牛尾巴朝哪个方向 这个题你可蒙不了我了 你前面什么油奶往北走 走多少步 那都没用 对 对不对 关键是牛头向西 哎 牛尾巴朝东 哎呦 朝啥东啊 你啥呀 不管那牛头朝哪边 那个牛尾巴都从下 哎呦 地下当了的知道吗 你看哪条牛 那尾巴跟狗是什么晃的 大爷我让您猜牛尾巴 您咋猜到牛屁股上去了 哎呀我妈的后半生啊 要我说说你傻 你这就智商就是不行 那什么小伙子 你这样这样 别生气啊 别生气 我这样 我那替我们老板再次给你道个歉 完了我再给你重新整一碗嘎 大爷 您这个道歉太没有诚意了 就这么完了不表示表示 那你说怎么表示 您这样 我听说啊 这个店的老板啊 多才多艺 能唱歌能唱戏 您让他给我来个小才艺 我立马消气 这是你说的 对 你撞枪口口了 嗯 老大哥 来赶紧给他表演一段小才艺 完了他就不省气原谅你了 我会弄老师 你经常给我唱那个叫渣渣 那个 叫渣渣 小伙子你站稳定了 真的 我这才艺一露出来 别吓着你 你好好听着啊 先给我鼓掌 我脸的东尔顿 高鱼马 黑脸的张飞 叫渣渣 夜夜香气 妈妈的花 闪闪的泪花 叫渣渣 妈 妈 你的后半声歌擦成啊 我挺慢 你说说你唱的什么玩意儿 叫渣渣是这么唱吗 对 叫渣渣应该这么唱 来 蓝脸的东尔顿 道鱼马 红脸的官邦 战成伤 红脸的天雷 白脸的苍草 黑脸的张飞 叫渣渣 战 太好了 他们都说好 不用他们说 大爷 您的就是真的好 专业的吧 你俩别在这互相吹捧 你过来 专业业余专业 专业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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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我说句实话 就这小子 是不是你故意 把他找来耍我的 我怎么不找他来耍你呢 我跟他根本就不认识 你说你不认识啊 我真不认识 小伙子 你干啥的 我干啥的 我今天来就是来揭穿你来的 你揭穿我啥呀 你呀 你骗我妈你 我骗谁啊 你骗我妈 你妈是谁呀 不承认 你是我非常尊敬的人 你是一个很有道德底线的人 你怎么还能有这事呢 我有什么事了 我有啊 你妈是谁呀 不管是谁 以后跟你没关系 我不同意 你同意不同意 你告诉你 到底怎么回事 要告诉谁 你跟我妈说 我跟你妈说得着吧 你抓不着得帮手 老范哪 我范 哎呦我说老范哪 我一想你就上这儿来了 你啊 咋回事 小伙子 听我的 赶紧把老范大哥带家去 看住了 就我老范大哥那个模样 就那个形象 他居然有绯闻了 哎呦我的妈呀 老范哪 你还有绯闻了 跟谁呀 啊 说呀 他跟谁呀 他跟旁边那小伙子 他妈 他俩那个整 哎呀哎呀 我的妈呀 你一句也没少说 哎呦我的妈呀 你跟他妈呀 啊 过来过来过来 哈哈哈哈哈哈 叫啥皮皮 这儿说 哎呦我说亲家呀 你知道那小伙子 他妈是谁不 谁呀 黄小娟 黄大妹子 你咋知道 黄大妹子 这不刚才给我来电话了吗 他呀 跟孩子说啊 他出个对象 是嘎嘎汤店的老板 哎 这孩子 肥子要来考察来 这不 他知道他人办事 钻牛角尖 他不放心 你就打扶我过来看看吗 哈哈 不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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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小娟大妹他儿子 他跟我说了 我认识 啊 不是他呀 那您说那是我大哥 我是老二 对 这孩子老二 我想起来了 黄大妹子曾经跟我说过 说他有个二儿子 说专门整那个 餐饮连锁店的老板 对呀 是你吗 就是我呀 我妈跟我说这事 我行走 我过来考察考察 看看 要不说全都腐蚀的 不仅同意他俩的婚事 我还要出钱 把咱那个嘎嘴汤这店 给他做大做强 你看 这多好 但是 看见这位大爷以后 我才知道 我这么多年是白活了呀 今天真是充斥了我的眼界 扩瘫了我的人生啊 我跟你说 今天我考察的最后结果是非常不满意呀 你不满意就对了 你要满意还麻烦了 咋的 我不是这个店的老板 你不是老板 那谁是老板 干啥 我是 对 您是这个店的老板呀 哎呀 我的小大爷呀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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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孩子 淡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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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我给你捋捋啊 如果 我说是如果 您说 我就是这个嘎嘎店的老板 那我跟你妈的事 双手赞成 哎 双手赞成啊 太好了 亲家呀 这不是圆满的结局吗 大爷 您听我了 今天您这店也甭开了 跟我回家 咱们您几个吃一顿和亲饭 哎呀 傻孩子 咱本身就是开饭店的 干嘛回家是和亲饭的 就是啊 咱就在这吃 一会儿我叫个滴滴 去把黄小娟 不是 把咱的准新娘子接过来 走走走 今天我们家刚的请客 咱上外边吃饭 你别忘了啊 我知道了 你再说我听